你看,鄭國今天請到了LKK,李肇翔,李大哥 我應該現在叫你冒險王 帶著老婆去冒險 其實大家覺得騎機車應該算是蠻簡單的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我們剛剛看到騎到北美三大二路之一的首鱷 對,現在是拉伯多 然後又騎到了黃石公園的冰天雪地地形 大家看起來好簡單,它就是路嘛 其實路面上面是不一樣的 路面上有結冰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慢 非常非常的小心 要提醒大家 這個就叫做Off-Road 不是Off-Road,你看到就是顛簸 就是Off-Road 其實有些定義就算是Off-Road 馬上我們來看一看 從這個美國呢 這個LKK要繼續騎 你跟這個美國加拿大這樣進出進出 你不會覺得很煩嗎 馬上又要進到加拿大去了 就是習慣了 過關一定非常奇怪 那種感覺很像出國比賽的感覺 對,所以來到英屬哥倫比亞省 英屬的哥倫比亞省 對,這是ELK 這種路要非常小心喔 這種路它會衝很快 所以它如果從公路出來的話 非常危險 那種路叫迷路嗎 ELK 它叫E-L-K E-L-K 所以說它號稱公路殺手 對 公路殺手 這邊我們又來到了 Jasper的國家公園 這個國家公園海拔也相當高 對 本身加拿大就尾度比較高 所以它雪退的比較慢 那我們看看這些羊就在路旁邊而已 這是Jasper國家公園的那個冰河 冰河 對 冰河就是慢慢慢慢會移 還會繼續前進的 對 那另外這個是Mont Robson 它跟我們玉山是一樣高的 看起來好像不高 但實際上是39% 感覺蠻銳利的 接下來這個人要在這邊享受了 他要享受了 你在住在這個地方嗎 對 我住在那裡 這個就在你剛剛講的那座 Jasper Mount Robson 後面 後面 你老婆不在座 我發現你很享受 除了吃這麼好之外 欣賞美景之外 還坐著校車去幹嘛 去當學生嗎 因為我還沒看到黑熊 跟我們講 就泛舟的時候 有機會可以看到黑熊 跑去泛舟了 對 跑去泛舟了 這個滑著獨木舟嗎 我做這一台 你沒有做獨木舟 我沒有做 你有經過這樣子嗎 沒有 那個是用抬過去的 突然又想到我小時候的夢想 看那個激流四勇士 你看我們船是從 繞過那個瀑布的 所以你要避開這個地方 對要避開危險 不過你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你告訴這個教練說 你剛剛差點 我喝一堆水了 差點死在那個地方 這邊要警告大家 會有熊出現的話 對 這一個招牌四處都有 其實熊出現 熊出現要注意什麼呢 你騎摩托車最危險 我剛剛看那些人 停在那邊 像是開車 你看我摩托在旁邊 我摩托車是發動的 我隨時要落跑 你知道嗎 隨時要落跑 熊的速度會比你快 快兩倍以上 你怎麼跑都跑速他 熊說我已經很聰明了 我就會把你車子先推倒 我再來追你 可是剛開始看到熊很興奮 很興奮 除了看熊興奮之外 看到車友是最高興奮的 這個是德國來的 德國 德國他們把車子運到阿拉斯加 再騎下來 然後騎到加州再回去 你看我們這個看熊 在加拿大荒郊野外 熊跟流浪狗一樣多 所以也要小心 要特別小心 對我們離它要相當一個距離 你不要以為它好像溫馴 萬一它壓攻的話 非常危險 千萬不要餵死它 千萬 要注意安全 這個就像冰河 對這個是冰河 這個是在那個 Hydr 其實這邊已經阿拉斯加 在加拿大左邊 有一小塊是阿拉斯加的 你看 阿拉斯加 Hydre 所以那個冰河滿壯觀的 對 你這邊在跟大家介紹這個地區 介紹這個地區 其實這邊有好幾個冰河 有三個左右的冰河 那我想去看上面那個冰河 大家叫你off-road國際教官 你為了要展示你的功夫 你在這邊冰上滑雪 在雪上滑冰是不是 對 這很危險耶 對 你看你倒車 講就倒了對不對 而且當時沒有 只有一個人在那邊 我趕快衝去叫他來幫我忙 所以自己是推不動 推不動 因為有雪 如果沒有雪 還有可能推得起來 那雪 我腳踩著雪 你看打滑 所以你一定要騎過那段 去看到冰河 看到最上面 對 最上面有更大的一個冰河 不過LK我想說問你好 像你跟你老婆在一起 大家還有一個噪音嗎 如果說一個人在的時候 你自己 很保守 通訊的設施 是不是要做 通訊我們還是用 我們台灣的手機 然後直接簡訊回來這樣 你有跟什麼人講說 什麼時候要通知 你跟我聯絡一下 確認我還是在騎車 我還活著 有有有 台灣有車友 我一直都跟他保持聯絡 每一天我就發個簡訊給他 其實這要確保對不對 對 不過你看你騎的那條路 真的要靠直線機上來 你看這個路上面全是雪 這個已經非常偏遠 結果你有摩托車把它騎上來 對 你有摩托車給它騎上來 那我們看到這個盒 其實那個盒上面 這就是冰河最下面 它看起來黑黑的 實際上它是非常非常厚的冰 這是冰河 這個整個冰河 整個冰河 看起來就是像固體的冰一樣 對 你看一直拉到最上面 我本來想說 你會不會騎到到上面去 奧托車一方 不可能 你這樣子 在這邊你就在笑人家了對不對 對 大家剛剛去騎你剛剛路 我剛剛在那邊倒車了 你已經嚇人了對不對 對我下來他們要上去 這三個很深湧的跑上去 其實到處都是瀑布 對 到處是瀑布 因為雪融化 這裡四處都有很多部分 其實這種景緻相當壯觀 很漂亮 騎在那邊什麼感覺 很開朗 你不用煩惱 什麼東西都放在腦後 我發現你又要找到東西了 好多熊 我一天看好多隻熊 看不完的熊 黑熊比較厲害 還中熊比較厲害 中熊比較危險 它攻擊性比較強 所以要注意好 那我們碰到 你看還有更厲害的車友 它從巴西騎上來 巴西要穿越中美洲 要穿越墨西哥 要穿越美國 然後再來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跟他見面 他還要再去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那就是他借你一個帳篷 對 但是說借你一個 那天晚上只有五度 我五度而已 只有他借我那個 是熱帶雨林的帳篷 差點冷死 所以覺得讓你感受到 這邊感覺到很復古的感覺 對 1908年了 真的假的 真的 1908年 他還有一百年了 那些人很傳統耶 他 車子古懂人也要古懂 他們是平常就是過著這樣的時候嗎 還是純粹是熬 他們有那個夢想 用他一百年的車子去完成 但是肯定中熊追他的時候跑不動 當然 然後這個又來抽熱鬧了 這個 這個不是狼也不是狗 狐狸 狐狸 這隻狐狸好像有點瘦 對啊 掉毛了 這不怕人耶 他可能有常常吃人餵食的東西 所以說他就在 他看到人就過來了 他看到你就過來了 對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其實他在跟你拿手 他不怕我 人還不怕我 欸欸欸欸欸 這個習慣不好 對這個不能 對 亂餵食 對 這個是基本上是過的 所以說這個狐狸告訴你說 他其實他已經知道了 他不會告你的蜜 對不對 他說其實你給我吃點東西 我不會偷偷告你的蜜 其實在這邊 其實碰到的環境 其實冰雪的環境是很多 很多 那另外這一條就是 加拿大西北角公路 要到西北角的 然後也要經過加拿大北極圈的公路 這個邊有電視在採訪嗎 我問她 她說她是私人的 私人扛這麼大的機器 蠻專業的 你看 370 公里 下一次的服務 沒有加油站 也沒有人住 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吃 所以這邊要提醒大家 備油要帶充足 對 我車上備油 8 公升的油 你看這個育空神 聽到育空就有點那種感覺了 大家都常常聽到育空育空 你看育空來這邊 六月底七月了 你看這個河都還是冰塊 湖裡面還是河裡面 河 很厚耶 對 那冰層很厚 那它已經融化很久了 融化很久了 這個整個河都是結冰的 所以到這邊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麼厚一層 這個就是旁邊農的一小塊 你是屁股騎太熱了是不是 在這邊冷卻一下 在這邊冷卻一下 鐵屁股把它柔情化一下 這邊又來到好像這個像惡露 這一條路 整條路都沒有鋪泊油 來回一千五百公里 而且就是灰塵這麼大 因為它為了在冬天的時候會下雪 那下雪你鋪泊油會打滑 會打滑 對 你看所有的車友都是這樣 就像這荒野大標課這樣做的 所以一停下來就是整個人都是成土 很髒喔 又碰到了這個人 這些人聽說認識你喔 他竟然認識我啊 你非常有名 這一位 綠色的 他還沒停車 你看 你是不是鐵屁股的朋友 你怎麼知道 天下間沒有秘密啊 不過我看他騎了滿安全的 全身穿的這個 對 大家都是這樣 穿的這個樣子 這條路這樣騎下去 騎不完 這個路騎下去的確是要有那個 這個就是我第六個北極圈地標 你已經完成了 對 全世界六個 我們恭喜LKK完成它 全世界六個北極圈的地標 收集了 對 只有這六個標嗎 只有 沒多了 再一個在葛林蘭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葛林蘭